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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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医学书首飘名 以前期间提供三个叫买医疗处备的小伙伴帖 请大家做回来注意 第一,选到学习的通路 请到过十名字的通路 也就是医学计划的医者和医学局者的通路来叫买 第二,检查保障的方式 除了十名字的处备是算中的医学 其他医疗处备都必须要有完整的包装 第三,栋梁包装的标识 结果买的时候要认为包装上面有医疗企与科区颈离合 另外,由九月二十开始 国产的八面式医疗处备就都有相抗饮 若是九月二十正经生散的 也还有一些超胸的会带是没有相抗饮的 也请大家安心使用 最后提起大家 请注意国人卫生习惯 守候你我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为了要维护民众用水的安全 自然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超前部署 与资测会方面合作 在巴鲁抽水站导入了智慧监测系统 运用科技主动推播监测异常的讯息 及时阻拦受污染的水进入净水场 从源头保障基隆汐纸地区 二十万用户民生用水的安全 这是105年底发生在金融市区 续川河的油污事件 为了避免类似污染事件影响民生用水 在水公司方面与资测会合作 将装设在巴鲁抽水站 抽取基隆河的监测仪器智慧化 并增加水中油污染监测项目 每十秒主动推波香温检测结果 协助水公司及时阻结受污染的水 进入新山净水场 我们只要放了设备在里面 它可以随时在监测 以目前来讲 大概每十秒钟传送一次资料 所以它实际上是相当于 时时刻刻地 我们在监看的这些相关的环境 那这样才能够让民众的用水安全 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 现在手机都可以看得到 它每十秒钟就会推波一笔 目前的导电度 水温 还有水中油 还有浊度 很变化 那我们从这几个数值就知道 现在目前 目前现在原水的浊度大概1.63NTU 那我们营用水的水的标准 是要在2NTU以下 所以它原水的水值都已经符合 我们营用水的标准 除了保护民众用水安全 这项智慧监测系统 也能协助金融市环保局方面 更快速方便的击查污染来源 这些污染物包括油污 这些SS 或是一些的物质 跑进去 其实反映在的 就是它的导电度值的一个变化 那这样的一个迅速的一个推波 可以让同仁 在还没有到达之前 可以做初步的一个篩检 来确定有可能的污染源 所以可以有利于快速的一个机场 金融市长林又昌非常感谢 水公司与支撤会超前部署 从源头共同守护金融细子地区 20万用户的民生用水安全 他也建议未来可以进一步 让所有民众都能及时获得相关资讯 现代的公民社会 这个政府的资讯的揭露是很重要的 所以未来其实也可以考虑 让民众也可以及时的去了解到 现在水源水值的整个状况 我想民众会更为安心 根据统计 全国用水有45%至河川等地面水 支撤会方面期盼 这一项领先全国 在金融实施的民生用水 源头智慧监测系统 未来可以陆续推广到其他县市 共同守护民生用水安全 民生用水 我来守护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行驶满一年的1579线快捷公车 最近提出经中阵路支线缩始 新增进了台北市政府转运站 最快12月底要成行 市议员旅美龄就质疑了 与监理单位近期抄野机车 游览车是不是有关呢 通行组转达国道客运 2088线快捷公车大排长荣 更担心缩时部分路线重结 延长乘车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交通对于基隆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市政府包括市长还有相关的单位 你们都夸夸而谈 认为说我们现在的交通 而且我们有跨线市的巴士 引以为实际上真的做得很好 我也要鼓励你们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虽然你们有很多的快捷的公车 有跨线市的巴士 但是我们的野机车还是有 为什么 因为不够老百姓的需求 最近可能是为了这些巴士跨界公车 能够营运的更好 因此你们出动的警方 警方严格的抓野机车 成效非常好 所以造成了2088班班客满 班班不够人做 所以大家为了这样的事情呢 上班也都迟到了 甚至没有办法转达别的东西 转达别的车子 甚至有很多人重新再把自己家里的汽车 开上了高速公路 所以过去7点以后才拆塞车的高速公路 基隆台北段 各个交流道 全部在6点40 就开始塞车 好 这个东西还不打紧 你有车子自己开上车来 上班迟到你家的事情 可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他都是没有车 他就习惯搭乘 搭乘运输 系统 结果呢 你们为了要让2088或者这条路线更快速的到达 你们居然把1579的副线给变革了 要缩死到台北市政府的捷运站 那这样他不就是跟2088的线路部分重叠吗 那你有没有想到1579大家搭搭了觉得不错 而且他的过去的线路在还没有改变之前 是大家要去搭的啊 而且很多人会到原山那边去换车啊 结果呢 我们居然没有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然后呢 全部都为那些财团着想 就随便他们去捕啊 那实际上如果真的未来让2088还有不加班 然后呢1579变更了以后呢 真的是枉费 枉费市长还有相关交通处 你们这么多年来的争取 他希望就是说 从从这个进到市区人比较少了以后 他就不用到原山 因为这样来回超过半小时 所以他现在就是有客人业者申请说到市府转站 原来是没有空位 因为最近1551 那他要申请要撤出 因为每个月要七八万块 他没有钱 所以撤出有空月台以后才申请 那当面协调有了以后才有这个机会啦 那这个也是很很很幸运的 不然像这种有一个空位的话 可能新北或是宜蘭大家都会抢着要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空位我们也幸运有抢到 那抢到的时候那业者就申请1579缩死 那但是缩死也顶多是三分之一啦 三分之二还是要到原山啦 所以但是部分的缩死的时候 他可以节省半个钟的四十分钟 他就可以早点回来基隆 我又可以再客去到台北 所以这部分的话他班次就会增加 所以这部分的话同样的规模 同样的班次的车辆的规模 他可以开更密集的车辆 这个是他们目前收持的功能在这里 风景修例的外幕山 早已经成为基隆市的观光旅游胜地 不过贯穿整个外幕山海岸线的 湖海路中线却出现了长长的裂缝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和余三发 特地邀及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 以及北关处的人员到现场会刊 提醒主管单位进行必要的检测 维护道路的品质和驾驶人的安全 风景修例的外幕山海岸 早已经成为基隆市的观光旅游胜地 不过贯穿整个外幕山海岸线的 这条湖海路中线却出现长长 宽度不一样的裂缝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和余三发 特地邀及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 以及北关处人员到现场会刊 提醒主管单位进行必要的检测 包括地下管线有没有破裂顺水 以及路基掏空等问题 维护道路的品质和行经这里 汽机车驾驶人的安全 不然不然施工的话 高速公路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 是工程瑕疵呢 还是品质比较不良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希望他们来鉴定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这边是原先外幕山 这个地方的排水系统不是做得很好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 那个水乱窜 使得这个路基有变形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 整体的来检视一下 是我们网路票选第一名的一个海岸线 是我们发展观光的重要的一个目标地方 但是这个路面如果说有这种裂缝的话 这样给游客的观感也不是很好 不管是安全性与观感上 所以我们希望各相关主管机关 不管是因为你半半事工所造成 中间的这么明显的一个裂缝 或者是说是因为地下管线有出现了破洞 或漏水或什么样 而导致了这个裂缝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想前后段各有不同的主管机关在负责 希望各主管机关都能够做一次的检视 而且要把这个裂缝的问题给做改善 由于湖海路前段属于市政府公务处管辖 后段大五轮沙滩一带 则属于产发处管辖的产业道路 公务处人员表示初步看起来 应该是当初铺路时采取半半施工的方式 导致现在产生中线裂缝 公务处会再进行检测 可能要检视一下说 它下面是不是有一些管线 对 会不会造成的那些问题 由于来外木山游山玩水 看风景的游客和民众越来越多 宋伟丽和余三发提醒市政府相关单位 务必要特别重视这里的道路品质 维护民众行得安全 公务员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公务员是社区居民休闲的众佑场所 基隆市政府连续第二年举办 景观绿美化植栽修减工作坊 邀请市民一起跟专家学习植栽 与树木风险评估等相关的知识 未来各能成为爱树志工 共同推动城市的绿化 叛树师在高空中像猴子般灵巧地在树间移动 与树医师合作修剪树木 为了持续推动城市绿美化 就用市政府连续第二年举办景观绿美化植栽修剪工作坊 邀请市民一起跟专家学习修剪植栽 与树木风险评估等知识 这边有一些石莲或者是不时了解等等的 小可爱的多多植物 那是适合放在一些室内或是办公室桌上的小布 那这东西我们张老师会给我们介绍一些习性 那一些组合的重点 比如说这个远中径中高低层的组合 那可以让这个盆栽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那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这个临事所的 吴副所长吴孟林副所长 那我们介绍核卫所谓的树木风险评估 那因为这个东西在都市林都市中的树木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藉由这个正确的风险的评估的知识 推广轨各位民众 那我相信可以为这个整体都市的美关系 这个安全意识有一个很显著的提升 据统计金融市共有142座大小公园 主办的金融市政府方面也期盼 参与工作坊的民众未来能成为爱树志工 一起维护城市的绿美化成果 那因为很多的观念其实是是而非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坊的一个做法 这个提升大家的知能 我的梦想是有机会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公园维护的志工 然后这些志工未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大家一起 然后我们每年有职在工作坊 我们每年未来当我们中正公园 像希望之秋的整体的改善 或还有以后的摆布公园 等等的公园的改善之后 大家都是志工一起保护我们的树 保护我们的公园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等你来看记得没有手机的年代使用过的公共电话卡 还有BB扣吗 迪化207博物馆与中华电信合作 推出了通讯特展呈现台湾百年的通讯演变 还结合了密室逃脱游戏 要让民众参与解谜 充满怀旧气息的转盘电话 还有像悠悠卡一样有着各种客制化图案的公用电话卡 都勾起许多民众的回忆 迪化207博物馆与中华电信合作 推出你说我收到通讯特展 展出数百件珍贵展品 呈现台湾百年来的通讯演变 通讯展的部分 一共我规划三个展区 包含像是通讯的历史 然后小秘密 还有一个密室逃脱的一个空间 那大家可以知道就是通讯它在传递的部分 其实就是以平化秩序 那是一种通讯方式 那另外一种通讯方式呢 就是例如像摩斯密码 或者是军旗等等 也是另外一种通讯方式 所以我们将这两种通讯方式 一起都在迪化207博物馆展出 那也欢迎来到这边的朋友 可以了解到台湾一个通讯的历史的一个变化 展场中呈现不同年代的通讯样貌 像是电话前身的电报 电传打字机 还有手摇电话等 还特别打造寻找滴先生 密室逃脱游戏 结合军旗和摩斯密码 让民众参与解谜 在迪化207博物馆 我们的参观民众呢 他的年龄层有一点比较偏长 那我们会希望说 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朋友 可以来到迪化207博物馆参观 也因此我们制作了密室逃脱 让更多的明清朋友 可以来到这一个博物馆 那刚好通讯的这个题材的转译的部分呢 是还蛮符合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那你走到我们的密室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有不一样的通讯密码呢 在房子里面 那你必须要破解这些通讯密码 才能顺利的逃脱 你说我收到通讯特展 在迪化207博物馆展出到2021年1月17号 欢迎民众免费参观 感受在通讯演变过程中 不同年代的情感传递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为了要振兴台北市的旅宿业者 台北市政府推出了台北加码购 12月24号到明年3月7号 补助自由行的旅客及团客各10万名 只要到台北市来旅游住宿 将获得1000元的补助 希望成功吸引国人来台北游玩 疫情冲击北市观光产业受创严重 台北市政府宣布 第三波旅游补助台北加码购 从12月起至明年3月7日 自由行旅客及团客 各补助10万名 而自由行旅客每房每晚 可获得1000元的补助 第一次我们在台北加码购的部分 跟大家说明一下的补助方案 刚刚市长所讲的第一部分 是在团客的部分 团客的补助方案就是 会补助10万名 第一波是会从12月1号到10月31号 补助3万人 第二波是1月1号到1月底的3万人 最后一波是2月底 然后3月7日台北登节 结束之后的4万名人次 最主要是至少是两天一夜 要有一餐一宿 可以选择来免费做光发的游程 自由行旅客部分活动时间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12月24号到1月31号 第二阶段为2月1号到3月7号 各提供5万名的补助 民众可提前于12月20号起 将身份证或健保卡资料 上传活动官网 参加方式是由本国自由行旅客 在安心旅游网站登记做个申请 会比到之前在中央补助的方式一样 在安心旅游网站的输入基本资料 上传身份证证之后入驻 那每人每房现场折抵是住宿费1000元 那一个身份证之后当然就是限用一次 那分成两个阶段的执行 我们从12月24号到1月底 以及第二阶段是明年的2月1号到3月7号 那两个阶段分别是各5万个名额 那以5万个名为原则的话 当这个申请的量到5万名的那一天 到当晚的12点以前 我们都持续受理补助 换言之也是有限额的 那欢迎各位名作者 等于说是尽早来抢这样子的名额 观光传播局表示 从11月底到明年3月 将有5大活动 包含缤纷耶诞玩台北 公馆圣诞季 台北最害新年城 台北年货大街 以及台北灯节等 希望透过旅速补助 吸引国人来台北游玩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2020台湾美术双年展 以禽兽不如为主题 聚焦全球化的议题 反思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掠夺 邀请到49主新生代的艺术家 进行创作 其中台北卫星展区 三主艺术家 以生物艺术 以及宗教神灵角度切入 带来震撼的观展体验 2020台湾美术双年展 策展人姚瑞中 以禽兽不如为命题 从佛教六道轮回中的 畜生到切入 展出49主新生代艺术家 201件作品 在后疫情时代 以批判的角度 从各种面向反思人类 作为万物之灵 该如何对待动物 这个字眼 我提上去的时候是 吓坏所有人 因为他们觉得字眼非常强烈 那可是现在看起来 其实这个字眼的确蛮符合很多 现在我们大家对于很多国家 或是联合国组织 慌张走版的这些行政的措施 感到他们真的是 间接造成很多人不幸的罹难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人类其实蛮贪婪的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 生物之手 用尽了各种手段跟科技 在掠夺跟不断的在搜刮这些天然之源 还有这些动物的珍贵生命 所以这个展览其实它基于一个 统体大飞的精神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人类去感受动物们的心 用他们的眼光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 进而反省思考 我们其实是共生在这个珍贵的地球上 这次的展览蛮特殊的 因为规模比以往大 因为以前每一届大概都是32位 今年有49位 几乎全部艺术家都是首次参展 他们都没有参加过台湾风银展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就是希望透过新生代 90%都是新生代的 40岁以下的艺术家来提出他们的一个新观念 新手新技术跟新看法 台北卫星展区艺术家顾广毅 本身也是一位牙医师 他的作品变态的正常 正常的变态 将荷兰科学家研究 蝸牛雌雄同体的成果 融合艺术设计方法 从不同角度观看人类 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一整组的视觉作品 在讨论病治蝸牛 跟人类的各种不同性活动的现象 然后做成了四个章节 然后每一个章节都在独立的讨论 在蝸牛跟人类类似的性活动当中 就是有时候被我们人类文化中视为正常 有时候被视为不正常 然后透过这样子去让我们观众可以反思 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类文化中的性别议题 性别状态是不正常的 但是在自然万物中 事实上可能没有那么的不正常 透过这样子可以有一个机会 重新认识动物真正的样子 那在你改变了 大家看完这些作品 改变了它们原本 比如说打破了原本对蝸牛 或原本对某些动物的刻板印象之后 它可能在下一次它结束到这个生物 它就会用不一样的心情去看它 我觉得那个心态改变之后 才有可能会改变它们 在真实生活中对待动物的做法 同样以生物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宝瑞 从热带雨林内三子树懒毛髮真菌 可能抵御特定疾病为发响 将人类一毛改造为维雨林 创造虚构与真实的对话 那这次的计划其实是打开这次第一次的计划 呈现更多是跟科学相关的研究 去呈现人的比如说身上的微生物 跟毛髮上的微生物 跟素兰本身的研究之外 因为这个计划也有跟一个叫做 玩味旅社的之前有一个合作计划 去跟旅客做些互动 所以里面有一部分是呈现 三十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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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將夢境的預言故事 透過田野採集的影像聲音 轉換成VR虛擬實境 結合展場情境與氣味 呈現獨特的觀展體驗 這件作品 源起於就是我在 2018年的時候有發行一張專輯 然後就是 就叫做鬼島 所以就是這張專輯完成之後呢 隔一年才邀請聶所開發 來一起共同創作VR作品 這個裝置 然後有巡迴了一些城市 這樣子 那主要這個作品是在講一個夢境的 預言故事 然後藉由夢境的預言故事呢 去探討說人與神性還有 獸性的一些 反觀跟現在 就是反觀現在社會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透過一系列的 田野採集 那用3D採描的 唯一個方法 那去採集很多包括廟宇 然後MucoMuco的家鄉啊 然後我們生活周遭的一些都會環境 那去把它解構 重組在這樣一個虛擬環境之中 那觀者呢是用一個 我們稱為遊靈的視角 那去穿梭在這樣一個 假想的賽博廢墟之中 那經過一系列的 轉化那它最終 進入一個獸神的身區 那這也是我們想像之中 這樣一個人獸跟神性之間的關聯 藉由國內外年輕藝術家 以各種展演形式 進行跨領域的嘗試 為參觀者帶來反省與思考 同時也拓展感官觸角 與美學經驗 展現台灣藝術 生機蓬勃的樣貌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訂閱 按讚 按讚